中年紀錄刷整牌 不是衛生所就是1999 全都是打爆沒人接 不然就是盲線中 確診的陳大生好孤單 都沒有接的話 我會打給我的同學 我覺得我會先問一下我的親友 慘就慘在陳大 這名男大生沒朋友 自己去醫院快篩 PCR結果還是掃QR Code才知道 他仔細想想自己住独立套房 岩壁又沒朋友 先找外送員補給 展開邊緣人的居家自救 第二天症狀來了 衛生所打不通 他吞了普拿藤跟自備安眠藥 第三天視訊看診 醫師發現他沒朋友 還親自幫他送藥 學校可能沒有辦法 在第一時間也給你資訊 可能先靠自己 系所他們就會 組成一個學生的團隊去協助他 好不容易等到第四天 房東知道男大生確診 送水送快篩 第五天向西班求救 終於拿到台南防疫包 但實在太寒酸 真的是沒期待就沒傷害 可以用電話來 跟您做視訊診療 邊緣人七天男大生留下心得 就是還沒做好與病毒共存 台南防疫包有夠雷 電話永遠打不進去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朋友 因為確診實在不適合邊緣人 當了確診孤兒 感受好深刻 記得來關張台南報導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 好